候選人整裝出發 上街敗票 但另外一頭也被捕捉到 用分身宣傳車上街輔選 只是身距太過龐大 也招來非議 被點名使用改裝宣傳的 是高雄市前鎮小港的議員候選人 原來改裝車是一輛 濕頭造型的宣傳車 平常就停在 服務處旁邊 選在最後幾天 上街爬爬照 也造成民眾反感 原來只要變更車體 就違反倒交條例16條 可儲900到1800元罰還 為懸掛車牌 更可開罰3600到10800元 並禁止行駛 實際向候選人詢問 對方婉拒受訪 只低調表示 聽到民眾抱怨 已經收進車庫 其實以往也有候選人使用小鴨造型 香蕉造型或是螞蟻造型的宣傳車 來凸顯個人特色 但阿語法規及觀感 已經相當少見 現在除了使用合法車輛為了吸引選民目光 也紛紛在個人裝備加強 像是大十倍的首長 造型氣球或是手舉海報 以免選票還沒爭取到手 先造成反感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今天請取到手提開啟通知小鈴鐺 繼續打開啟通知小鈴鐺 中文字赤,小鈴鐺